各位同學大家好 這部影片老師想要來跟同學分享 84年學測單選第七題 這個題目我們一起來看一下好不好 它說m是一個時數 y等於mx²加10倍的x加m加6的圖形 請問一下同學這個交口的圖形是什麼 在m不等於0的情況底下 這個圖形是一個拋物線 它跟你說這個拋物線的圖形 always會在y等於2這一條時線的上方 那麼你的m的範圍必須要有所限制才可以 那請你把m的範圍把它求出來 我覺得這個題目你可以用圖形的角度去做切入 y等於2是一條什麼線 是一條水平線 對吧 然後他說有一個拋物線 這個拋物線它的圖形要在這個水平線的上方 那請問你這個圖形是不是應該要類似這樣子 對不對 從這邊我們可以很直覺的去看出來 如果你的整個圖形要在這條水平線的上方 你應該要滿足兩個條件 哪兩個條件 同學你可以思考一下 第一個條件就是 你這個拋物線開口一定要怎樣 一定要向上 對不對 開口不可能向下 開口向下的拋物線不管你怎麼畫 不可能整個圖形都在這條水平線的上方 這肯定是辦不到的 對不對 所以首先第一件事情 開口要向上 可是開口向上這個條件夠不夠 不夠 因為開口向上的拋物線 它也不見得整個圖形都在這條水平線的上方 你還要搭配第二個條件來做思考 第二個條件是什麼 你開口向上 而且你這個拋物線跟Y等於2這條水平線 不可以有任何的焦點 因為它講上方嘛 就在它的上面 跟這條水平線是碰不到的 對不對 那我們從這兩個地方 來算一下這個M的範圍 首先同學你看這邊 開口向上 它代表說這個M應該是怎麼樣 M要大於0 對不對 平方向的係數 它的正負會決定它的開口方向 所以來第一件事情 來我們solution就可以這樣寫 因為它開口要向上 所以M怎麼樣 這個M必須是個正負 M要大於0 沒有問題 然後你接下來可以思考一下 你要怎麼樣把這個拋物線跟x軸沒有焦點這件事情 跟x軸沒有焦點這件事情 然後開口向上 把這個東西用數學的語言去把它寫出來 老師之前曾經講過 拋物線最重要的特徵就是 拋物線會有一個什麼軸 會有一個對稱軸 頂點會在對稱軸上 對不對 這個對稱軸叫做x等於多少 還記得嗎 2a分之負B 對吧 頂點會在對稱軸上 你這個拋物線 要整個拋物線都在y等於2 這條水平線的上方 那是不是代表說 你的頂點的y坐標 一定要比誰大 一定要比2大 對不對 只要你的頂點的y坐標 比2大 是不是整個拋物線 就會在這條水平線的上方 所以我們現在只要做一件事情 把頂點的y坐標找出來 然後大於2 我們是不是就有機會把這個m的範圍把它求出來 好 那我們現在先來看 2a分之負B 我們先來算 頂點的x坐標 2a分之負B 是誰呢 2a a是m 對不對 所以這邊是多少 2m分之負B 所以是負多少 負十 ok 來跟著老師寫 這樣寫 有沒有問題 然後這個東西 它可以畫簡成 來 m分之多少 m分之負 對吧 這是頂點的x坐標 好 那我們現在來找頂點的y坐標 頂點的y坐標 可以嗎 這個y代表頂點的y坐標 怎麼得到頂點的y坐標 你就令x等於m分之負5 把它怎麼樣 帶進去嘛 所以來 它就會等於m乘上 來 這個是m分之負5 整個的平方 然後再加上10倍 來 這是m分之負5 m分之負5 ok 然後再加上m 再加上6 對不對 然後這個東西 應該要比誰大 應該要比2大 喔 大於2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邊好像就等到一個 跟m有關的不等次 你只要把這個不等次解出來 這個題目應該就熟到情賴了對不對 所以剩下的時間我們應該要來整理一下這個式子 好 我們現在開始做整理喔 這裡打開會有 我在想我要不要寫快一點 不過沒有關係 我們還是慢慢來 這裡打開會有m平方 這裡有一個m對不對 上下這個m會消掉一個 所以這裡會變成m分之25 來這裡是m分之25 負5的平方是25 然後這是減掉m分之50 減掉m分之50 沒有問題 然後再加上m 再加上6 是不是要大於2 老師這樣寫真的很慢 慢慢寫對不對 同學我問你 這個m是一個什麼數 是一個正數對不對 我們把這個不等次 左右兩邊同乘以m 這樣可以嗎 同乘以0的數字 不等號的方向會不會改變 它是不會改變的 我們先整理一下 再來乘好不好 來 m分之25-m分之50 是負的m分之25 然後這個加上m 然後這邊2搬過來 6-2 所以加多少 加上4 大於 OK沒有問題對不對 收到這邊 兩邊同乘以m 同乘以m m是一個正數 m乘以m 這裡會有一個m平方 然後4乘以m 所以這邊會加上幾個m 加上4個m 然後這個加或乘以m的話 會變成減掉多少 減掉25 哇 大於0 對不對 好 這樣寫應該沒有問題 那我們是不是快要把這個不等次解出來 來我們來解這個不等次 朋友問你 解不等次就是解等次 就是解方程式 所以你應該要先做什麼事情 你應該要先做m平方 加上4m 然後減25 等於0 對不對 是不是應該先去找x結局 看他跟x軸交點的x座標 對不對 就是先看這個 到底m是誰帶進去會等於0 然後再來考慮誰帶進去會大於0 可是解這個東西 這一看就應該是要用公式解 對不對 因為你一般十字教程 沒有辦法配出一個很漂亮的數字 所以這個m我們就直接來 來 這個公式解 我看一下公式解 國中就學過 2a分之 來 負b 所以是負4 加減 更號 來 4的平方 減掉4倍的 1乘負25 所以這邊是負25 哇 可以嗎 來 我們再來看 它這個是2分之 負4 加減 這個是多少 我看一下 4乘25 這是100 100加16 116 更號116 它可以寫 更號的 我看一下 4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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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9 36 欸不對 欸 對對對 49 36 它可以寫成更號的4乘29 所以這個開錯也是多少 2 更號 29 欸 幫我看一下有沒有寫錯 對不對 好 好 然後我們上下可以把2 淤掉 所以這個傢伙 來 算出來的是多套 負2 加減 更號什麼東西 29 哇 對不對 欸 這一體好像快減出來了 我們用圖形的觀點來看喔 它有兩個相意識根對不對 一個叫負2 減更號29 一個叫負2 加更號29 對吧 好 如果你令這個傢伙叫做Y 它也是一個二次函數 而且這個二次函數 配狗從哪裡 配狗從上 對不對 哇 然後今天我們要找大於0 欸 大於0要找什麼區 這個同學應該 我教這麼慢喔 應該是慢慢有聽懂 到底哪些M載進去 會讓這個東西大於0 要找正號區喔 正號區是什麼 比大的大或比小的小嗎 我們已經講說 大於在兩邊 小於在中間 對不對 所以比大的大或比小的小 如果你懂的話 其實可以直接寫答案 但是如果你有點不太了解 你還是回歸到圖形的角度 去思考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是正號區 對不對 比最大的根還要大 這邊帶進去 是不是都是正的 你的函數值都是正的 然後集中在兩根中間 這是什麼區 這是負號區 比大的大的比小的小 這邊又是什麼區 這邊又是正號區 這邊又是正號區 這個沒有問題 這個題目他要找大於0 所以要找什麼區 要找正號區喔 所以這題最後答案應該是怎麼樣 應該是你的M M要大於-2加-29 或 或 我寫中文喔 或者 來你的M 要小於-2-29 可是同學 可是同學你應該知道一件事情 這個M本身必須是個正數 所以你這個範圍跟這個範圍 要取什麼集 要同時成立喔 你在算這個問題的時候 其實你有一個大型題 就是你的拋物線開口要向上 所以你的M要大於0 那M要大於0 跟這個範圍取交集 要同時成立的話 那最後只有誰 只有他未對嗎 M要大於-2加-29 所以這題答案應該是怎麼樣 M要大於-2加-29 這樣可以吧 這個題目其實做法很多啦 同學如果有機會去看一些參考書 或者詳解 有些人會用不同角度去切入這個問題 那我想這個題目大概就是這樣 我們看一下這個應該會選哪一個正確選項 有沒有這個答案 看一下 本題答案應該要選 應該要選B 選那個B選項 M要大於-2加-29 這樣可以嗎 我們的考題都放在影片的下方 下方有連結 這我自己整理的一些考古題 那同學可以自己下載 下載來看一下對照這個題目 那謝謝各位同學 這個題目我們就跟你分享到這邊 Thank you